这是2022年获得的成就 2022年7月5号获得青花瓷月白成就啊 这个看得一脸懵逼你也想要啊 那大家都说 《梦幻西游》里最好看的祥瑞呢 可能是金珠啊 最贵的锦衣呢 可能是青花瓷 尤其是青花瓷锦衣啊 当年两三百一个的锦衣 现在的话的藏宝哥 要花很大的价格去购买啊 但是我谢哥通过自己的渠道啊 为大家展示一波啊 如何获得青花瓷锦衣的礼盒啊 难度极高 不建议学习啊 不过接下来请大家睁大眼睛啊 毕竟这是有史以来啊 最贵的一只金珠啊 最贵的一套青花瓷啊 好 我来领取奖励和称卫 兄弟们看好了 三 二 一 来了 先领起啊 青花瓷 恭喜你获得啊 青花瓷礼盒啊 兄弟们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啊 虽然没有礼盒了啊 但是 谢哥用过用自己的渠道获得礼盒 这是2022年获得的成就 2020年7月5号获得青花瓷月白成就啊 这个看得一脸懵逼你也想要啊 当年200的礼盒 现在你出500 谢哥高配啊 青花瓷穿上了 再来 那个猪 玉树临峰美少年来了 非常的骚气啊 玉树临峰美少年 我当年的名字叫孟坏西游最帅男明星啊 今天和玉树临峰美少年王线强景 强强相遇了 在领取本次大赛的奖励 还有高级魔兽要绝啥的 哇 都卡了 哇 这个才是真正的奖励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系统消息 刚才一瞬间谈出来太多 还没来得及看 获得的权势成就 我看见了获得了蒙冻猪猪啊 获得了生销神兽 看一下系统消息怎么提示的 你获得到了领取超级神虎啊 呃 新神兽的权利啊 在7月5号啊 7月5号10点18啊 你们一看啊 10点 系统时间还有多的十几秒了 马上来不及了 你们被赔钱吧啊 其实是2023年 也就是还有365的时间 可以领取啊 不用着急 这谢哥 谢哥这个金珠 我给你个意见 我觉得谢哥的金珠 跟以往的往届金珠都不一样 谢哥今年一年的指数 等于以前所有金珠的价格的诺格 建议给谢哥的金珠 后面写上俩字叫王谢 真的 我操 这个他妈太过分了 这个金珠 他跟无同 两个人预算是50 结果最后干下来花了300啊 当时有个号卖85 我说车买成品号 他俩不干 这哥俩他这哥俩说 要体验一下啊 半夜不睡觉 他们一聊聊一宿 眼睛里闪会 闪出智慧的光芒 买了个天使咕咕 加九尾冰湖 连青蛙死都没有的号啊 好